欢迎来到俊宝美食 今天做低热量的芒果酸奶慕斯 原汁原味 香甜软嫩 入口气化 先用奥利奥饼干做一个踏底的 也可以用其他你喜欢的酥性饼干 一盒116盒装的奥利奥 去掉夹心部分刚好剩90个饼干 然后把饼干捣碎 加60克炼乳 目的是让饼干碎爆团 能成型 搅拌至完全融合 如果没有炼乳 也可以用等量的沙拉酱 或者35克融化的黄油代替 然后用一个6寸的活底戚风模具 把饼干铺在底部 压平整 抹匀 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下芒果肉 把芒果对半削开 然后横竖交错打上花刀 再把果肉削下来就可以了 今天一共需要450克左右的芒果肉 加350克果肉到料理机 留100克一会儿放表面 再加300克酸奶和芒果一起打成泥 酸奶一定要用比较浓稠的那种 不能用酸味饮品或者牛奶代替 因为浓度不一样 最后可能会影响凝固 把打好的芒果泥到大碗里面 然后来做一个凝固剂 15克吉利丁片 放凉水里泡软 浸泡时间不要超过一分钟 泡软了以后捞出来 用100克纯牛奶来融化吉利丁片 小火一边加热一边搅拌 加热使牛奶冒热起来就可以关火 牛奶不需要煮开 关火以后继续搅拌至完全融化 稍微晾冷一点后和芒果泥到一起 搅拌均匀 然后全部倒入刚才打好底的模具里面 最后再把之前留下的100克芒果肉铺在表面 放冰箱冷藏至完全凝固 大概需要三四个小时 这是已经凝固好的芒果慕斯 我们把边缘部分轻轻划开 再把底部的火底往上推 很轻松就脱模了 天热了 来这么一道冰冰凉凉的慕斯 再合适不过了 奶香浓郁 一口下去全是芒果清甜的味道 口感超级嫩滑 而且热量相对较低 可以撒开的吃 也不用担心发胖 喜欢一定要试试哦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感谢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